那我有一個部分 我要請你釐清一下 因為這個瘋傳媒的新聞幕後 他有一段的內容 因為你剛剛其實有稍微講到 但是我讓大家有頭有尾的 知道這個脈絡 說你直通黃曙光 然後馬文君指控的是 錄音檔時辰大海 他說呢 2022年的這個1月份 他已經拿到 就是徐曉星丟出來那些錄音檔 因為錄音檔非常多段嘛 對不對 他說拿到的這個錄音檔 總共就是內容還滿多的 然後其中有一段是 你就講說 你可以直通黃曙光 怎麼樣 反正你話語權就對了 你可以話聲 然後他就質疑說 你為什麼可以直通這些人 還可以影響台船的人士 表示你在潛進國造 有一個特殊的地位 要求要介入調查 那他的意思是說 怎麼就這樣石沉大海 都沒聲沒碎 然後就讓你到現在 在反耀他這樣子 其實那個 我不是今天才挨打的 我從引擎鋒命案到現在 我很耐打 我從引擎鋒命案告訴我自己 我要變成透明人 所以我什麼都是透明的 你要查我什麼都沒有關係 你說我講什麼 如果是我郭熙講的 我全部承認我郭熙講的 但是有些的 那個事情的背景 我已經在今天的 今天的 誰的節目 沒關係你就再講 你一天死一個 你一天死一個 我還忘記就算了 回去把他交代 因為那個布施背景要講清楚 那三個 兩個韓國人 一個翻譯 王小強 他們三個是被辭退的 就是我們講好聽一點 就是之前的員工 之前的員工 其實他們有怨對 為什麼 因為主要的是 那一男一女弄的 男女之間的 那個搞的公司很亂 你知道嗎 就是男女感情的問題 所以他們的老闆把他們辭退了 然後用之前的方式辭退了 這三個 因為在台灣找不到工作 他們就得回去 其中一個回去也會被抓 其中一個回去也會被抓 所以那就來找我 那講得很清楚 如果不讓我回去 我就把機密 所以他才會把機密資料 然後卸給毛巨人 那個過程中 其實對我的錄音是錄八個月 不是那麼一天 錄八個月 前前後後錄了八個月 他丟出來 那六分鐘根本沒有殺傷力 不是 因為我聽完之後 我就覺得沒什麼 因為我當時只有一個 就是你們不要做這種蠢事 你們如果在 你們敢 因為什麼 他的意圖是要把現在他的老闆 把file掉的那個老闆 推翻掉 然後取而代之 我說在台灣 你這個是叛徒 記不記得 我說你是叛徒 如果你敢這麼做 我玩死你 對不對 大家都應該有看到 這個我都沒有問題 這些都經過調查 調查澄清過了 釐清過了 所以那個徐曉青 一直想要脫身那個翻車案 我覺得你不必在這裡 因為你是個外行人 根本就不清楚 我還準備對你提取告訴 為什麼 因為偷路的嘛 你知道有一個秘密法嘛 秘密 秘密也好 你競選立法委員會不知道這些 我說實在我實在不想分心 我實在現在沒時間去告秦慧珠 你知道嗎 秦慧珠居然罵我 主題給模糊掉了 因為誰在想把主題模糊 絕對不是我們嘛 我現在主題只有一個 你到底是 你到底給了些什麼資料 為什麼要給 我現在的動機是 你拿到 你的交換條件是什麼 好 來 換哥 那顯然我們看目前馬文君等幾天了嘛 然後其實每天 昨天沒有啦 然後但是每天有回答 但是回答的都是很皮毛 對不對 都是很皮毛 那如果指控 指控可以一天跑十幾個行程 然後回答就 我有回答就好了 沒關係 不用在意我的回答 這就是 是不是心虛啊 我覺得馬文君 這件事情曝光之後 他一方面心很慌 一方面我覺得他講不清楚 陷入一個講不清楚的輪迴裡面 為什麼我講他心慌 因為一般政治人物提告 大概都在選在上班日到北檢 他選擇中秋連假在台南地 在南投地點日 不是關時間嗎 不 沒這麼過 沒這麼過 禮拜一你就會來立法院在地 有告郭喜有差那兩天嗎 對不對 郭喜又不會跑掉 對不對 好 這是第一個 我覺得他有點慌 那慌的原因來自於說 他知道這件事情對他有傷 那傷到什麼程度 馬文君心裡有數 因為他自己做什麼事 他自己做得清楚 對 因為那些資料我們都沒看過 好 再來 到今天為止 所有對馬文君的指控 都據名喔 郭喜據名指控 趙天林據名說 我看到你在抄資料 我還阻止你 林俊憲據名問他說 你有沒有偷抄資料 你有沒有把這個 我們的策業的 聲文資料洩漏出去 馬文君國防外交委會 待了十年還說那個要用錄的 潛艇都還沒做好 拿什麼錄啦 拿什麼錄啦 拜託幫幫忙好不好 確信如果潛在三百米 你要下到三百米就錄嗎 你也錄不到啊 對啊 那個你只要看到車業的形狀 大概專業的人就知道 你將來的聲文 大概會是什麼樣子 對 那這些問題都據名指控 可是馬文君從來不敢回答 他連最基本的 你有沒有簽保密協定 他都不敢回答 他說國防部有會議記錄 去問國防部 你自己有沒有簽名 你要問國防部喔 後來是王定宇跳出來說 有 我當主席那一次 我就還載明在會議記錄裡面 說他沒簽嘛 所以這些問題 我覺得馬文君到現在不敢回答 而且他為什麼不去告趙天林 趙天林具名指控喔 你在秘密會議抄資料喔 他為什麼不告趙天林 對不對 他為什麼不敢告林俊憲 難道是基於同事情嗎 我看應該不是 所以 我們應該勸他去告黃真輝 對 他應該告 對 今天又可以多告一個人 叫黃真輝嘛 對不對 黃真輝更具體指控說 你拿給四個單位 然後三千個檔案 他有空在休假的時候 跑到南投 還要去按鈴聲告告郭喜博士 應該趕快去告黃真輝啊 而且其實我覺得 你這件事情 你就在立法院 你就開個記者會 來 大家來 問到寶 對不對 可是他不敢 這是朱立倫跟侯友誼 學聰明喔 可能之前翻車經驗豐富 這次沒有上車 我覺得他們兩個 這次沒有跟上車 是立法院黨團跟上車了 那跟上車 我不曉得他們基於什麼原因 基於對馬上軍信任 還是同事之間的情誼 但是將來 如果真的不小心 又翻車的話 那對國民黨來講 是立委團滅 那這個嚴重性 我是覺得靖妍 應該要一個回應 一個答案 我覺得第一個 現在包含這個 這件事的起因是黃曙光 這個前總長 他講了說什麼 某某某什麼立委 一直在搞 那後來怎麼會發生 這些事情 就是我們郭博士 郭博士在YT直播的時候 自己講 我還要把這個秒數給找出來 這個七分是十五秒的時候 他講說這個人就是馬文君 但昨天郭博士上這個 Zoicode節目的時候 他講說沒有沒有 這個馬文君沒有把資料 泄漏給中共 因為確實那個時候 他是泄漏給韓國 是不一樣的事情 每以那個時候報導的時候 講說 都怎麼改風向了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我覺得包含馬文君委員也是 郭博士也好 有人覺得馬文君清白 有人覺得郭博士清白 檢調現在一起去查 這件事情 因為指控的人是誰 是黃曙光 他講說有某立委一直在搞 這件事情動搖郭本 他沒講哪個立委 但是這個是郭博士 沒有啦 其實我覺得檢調 應該要主動去調查這件事情 在他講之前他都跳出來了 對 我告訴你 剛剛他是哪一個 他是國民黨的前發言人 他剛剛快被開除了 所以不要這麼跟風向對 不是 我要澄清一件 我從來沒有 你們一直帶風向說 郭喜又改口了 什麼 其實應該是媒體誤會 那是物質 而且那才是帶風向 說我們就表示說我們 兩塊啦 一塊是馬文君的部分 另外一塊是軍火傷 我們從來沒有講馬委員 因為馬委員犯的 很明顯是洩密 不會是外犯 這個其實檢調要去調查 我要講 就是你們沒搞清楚這件事 還有一個 我們接受了七次 翻天覆地的調查了 馬委員沒有 馬委員沒有 你一直說應該一起調查 我們已經講完了 好 最近這樣 好喝喝茶一個清水